第2521章九一仙山 什么线索 叶福天问道 如今玉主府修行之人归缩不出 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完成了 这次风波之后 神州之人要对付他或者紫薇心玉的修行之人 都要掂量下了 是否承受的其他的报复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 便是炼制超凡丹药 丹药虽是外力 但最顶尖的丹药 不是为了强行提升修为 而是借丹药之力让人感悟 就像他以前炼制的那些塑造根基 蕴藏强烈生命大到力量的丹药 丹药分为许多种类 最顶级的炼丹师 应该知道最顶尖的丹药是什么样的 东来上仙当年自身修为有限 曾经适合他的丹药 现在已经不那么适合了 他需要更强的 因此才托西迟瑶帮忙 西迟瑶也没有让他失望 没有多久便带来了消息 群仙徒 西迟瑶开口道 如今神中没有顶级的炼丹人物 但西海域依旧算是炼丹最强的一域 有许多炼丹大师级人物 而且在许多仙岛 炼丹氛围比较浓郁 你可知其中原因 叶福天摇了摇头 在他打探的消息中 西海域是神州十八域中炼丹比较强的一域 这是他来神州西海域的第二个原因 但背后的原因 他便不怎么清楚了 这是一则传说 具体真伪已经无法分辨了 但即便不完全是真的 也可能有部分真实性 你可以听一听 西迟瑶开口道 在天道崩塌前的时代 是诸神时代 有着诸多大地 后来天地秩序大变 诸神陨落 天道崩塌 世界膨胀 演化成如今的世界 但天道崩塌后 诸神并没有完全陨落 或者彻底死绝 在世界的各方 都还存在着他们的意志 譬如 你之前所得到的神音大帝传承 便是如此 叶福天安静地听着 神音大帝成神归在虚无中 穿梭了无数年岁月 风魂魄于相思古琴中 他也一样怀疑过 远古时代的诸神 可能以另一种方式 存在于世界的各角 在这元界 已经被证明过 相传 那个时代便有一位炼丹大帝人物 他化身为一粒神丹 托付于一位古时代的修行之人身上 并且将炼丹能力传承于他 那位修行之人在乱世中生存下来 也有大地意志相助的原因 多年过去之后 他自己修行到了极高的境界 之后 他开创了炼丹一脉 在一座古仙山修行 但是 因为炼丹之能 遭人觊觎 被那时代的无数修行之人围剿杀戮 遭遇了灭顶之灾 传说中 有许多宝藏被洗劫 也有许多被一些传人带出去 流传于世间 传说中 那座仙山 便是在如今的西海域 这也导致了后世西海域 时常出现一些非常厉害的单方 此外 也流传着一幅寻仙徒 据说 能够找到那仙山所在之地 七池瑶说完安静地看着叶福天 叶福天似乎还在消化他所说的话 沉吟片刻 他看向西池瑶道 所以 如今那寻仙徒可能再久一仙山现世了 恩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种传闻 许多炼丹人物也都在暗中寻找这寻仙徒 炼丹之人和寻常修行之人不一样 他们追求是炼制极致的丹药 很多都是隐士 不惜开宗利派 当然追求炼制更强的丹药 本身也是为了自身修行 修为强大了 便又能炼制更好的神丹 相辅相成 七池瑶回应道 但如今有明确消息 称寻仙徒可能出现了 因而我才说叶黄乃是天命之人 或许是巧合吧 叶福天笑着道 事实上 他也发现自己身上有奇怪的地方 这种巧合 也并非是第一次发生 在过去 也有过 他自封天道神体 莫非还真有天命在身不成 生而为地 这些 他也无法解释得了 如此说来 寻仙徒出现 岂不是又要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叶福天开口道 寻仙徒关乎道传说中的仙山 可能存在有大地的传承 且不说炼丹修行之人 哪怕是其他势力 也会去争取 若是能够得到 以后家族或者势力中 还会缺少顶尖炼丹师吗 炼丹师 可以为他们所用 也可以自己培养 怕是免不了 我如今得到消息应该还算早 叶黄可以提前启程前往 或许能比个势力抢先一步 西池瑶开口道 若有什么需要 我西地宫也会提供一些帮助 叶福天听到西池瑶的话露出一抹奇异之色 有些惊讶地看向西池瑶 道 寻仙徒能够挖掘神藏 找到西海仙山 若西地宫得到 便可吸引西海域各方面单大师人物 为西地宫所用 西地宫为何不去自己争取 而是来转告我 如此珍贵神物 纵是顶级势力 也必不会错过 而且 以西地宫在西海域的势力 借水楼台先得月 他们是有很大可能得到寻仙徒的 群仙徒或许有机会得到 但最顶级的炼丹宗师人物难寻 池瑶以为 叶黄会有极大的机会成为这种级别的人物 因此 我希望若西地宫祝叶黄得到寻仙徒 并且找到了仙山 能够共享利益 一起合作 西池瑶亲生说道 这首船的周围有强者布下了风镜 他们的谈话外人是听不到的 叶福天目光明是西池瑶 道 西地宫想要和我结盟 不怕东皇帝宫 他被誉为是叶亲帝传人 神州之人 谁敢和他走得太近 恐怕会得罪东皇帝宫那边 所以 是暗中结盟 七池瑶笑着道 很多时候 还是需要叶黄自己努力 我西地宫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池瑶仙子对叶某如此信任 叶福天盯着对方道 观叶黄过往 我对叶黄绝对信任 七池瑶回应道 两人口中的信任 关乎到好几层含义 多谢 叶福天略寒深意地看了西池瑶一眼 叶黄何时出发 七池瑶问道 见在八 叶福天开口道 好 七池瑶点头 以叶黄的速度 想必也无需我带路 这是西海域的海域图 少年标记了西海域主要岛屿的位置 非常详细 还有一些特殊的岛屿 当然 那些显有人质或者没有被发掘的岛不在此列 叶福天取过西池瑶帝来的遇见 道 多谢池瑶仙子 祝叶黄一路顺风 西地公也已经启程 有人已经在九一仙山了 我也会前往 西池瑶道 好 九一仙山见 叶福天道 七池瑶点头 随后便见叶福天的身影直接从大船上消失 无影无形 七池瑶看着眼前消失的身影 美眸中露出一抹笑意 他身旁的老者则是皱了皱眉 道 如此近的距离 依旧和以前一样 捕捉不到丝毫的气息 若是敌人 的确令人头疼 所以现在头疼的人是西海埔主 七池瑶笑着道 旁边的老者也摇了摇头 希望他们不会是对手吧 否则 即便是西地公面对这种对手 也一样麻烦 九一仙山 说是山 实际上也是一座岛 山外所住的岛 最早时 九一山又被称之为九一山脉 后来 这片一望无尽的山脉之上 建造了一座无边巨大的山上城池 站在苍穹往下看 犹如无数蜿蜒的神龙般 九一仙山之上的城池极其繁华 不仅繁华 而且混乱 因为这里以前是荒芜的 没有土著 所有的修行之人都是外来的 在最早时期 是有一批厉害的炼丹修士 在这里进行交易 并且在后来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来这里 渐渐的吸引了更多的炼丹大师 有了炼丹大师人物 便有丹药 也自然便有其他珍贵宝物 于是 吸引来了各方修行之人前来寻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曾经荒芜的九一山脉成为了如今的九一仙山 铸就了一座繁华之城 整个西海域都知道这座仙岛的存在 会前来这里交易寻宝 因此 才会有今日的繁华 以及混乱 杀人夺宝这种事 屡见不鲜 此外 有一些势力 以及炼丹大师及人物开始扎根于此 这些日来 九一仙山比以往更热闹一些 靠海之地 海域的上空不断有人遇空而来 飞入九一仙山的上空之地 传闻 九一仙山有寻仙徒的踪迹 西海域各岛的强者 都被吸引而来 这时 在遇空飞入九一仙山的人群之中 有一位白发身影 他双手背在身后 一袭白衣圣血 有着说不出的潇洒 目光望向下空之地 神念扫过 发现仙山上的修行之人整体实力很强 或许 修为弱的人 不会来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他目光眺望远方 听西池瑶说 这座仙山聚集了很多炼丹大师级人物 若是他能够招募一些炼丹大师为他所用 对于紫薇心域的发展无疑是好事 另外 有机会要让东来仙子将东仙岛的炼丹大师召集 他如今虽然看不上寻常丹药 但是 若要紫薇心域整体实力变强 各品阶的丹药都是需要的 这些可以交给其他炼丹师 第2522章交易 叶福天的身形在九一仙山上空飞行 一路朝着九一山深处而去 周围有许多和他一样的修行之人 都是从外界西海域各方而来 而且都是为了寻仙徒 这时只见一道身影朝着叶福天这边靠近 使得叶福天皱了皱眉 不过却并未有所动作 这靠近他的人是一位仁皇 但愿不足以威胁到他 不过若对方有什么异动 他会毫不客气的抹除 很快 那人皇来到近前 对着依旧在前行的叶福天宫身行礼 传音道 叶皇在下西地宫修行之人 叶福天听到对方的话止步 回过头看了对方一眼 西地宫乃是西海域霸主 看来在九一仙山也已经有了布置 自己刚进入九一仙山不久 便被对方的人找到了 当然 他也没有刻意掩饰身份行踪 若西地公派了眼线等自己的话 被发现也属正常 可是 叶福天传音回应道 西池瑶说过和自己的接触 不会太过明显 对方既然选择传音交流 他自然也配合 那人皇朝前而行 叶福天也一起 两人一起朝着前方玉空 一前一后 似乎并无瓜葛 奉神女之命 退役前来向叶皇汇报西地公查探道的消息 对方回应一声 继续说道 在九一仙山 有一股长期驻扎的势力 控制着九一仙山近两成的宝物交易 这股势力便是清风阁 清风阁阁主理清风乃是西海域最顶尖的炼丹大师人物之一 最早传出寻仙徒消息的 便是清风阁 但是 却是因为寻仙徒被盗 所以消息才走漏 但也不排除这时障眼法 至于传言中偷盗之人 乃是西海域另一位传奇人物 慕道人 又称慕道人 精通义荣术 变换面容 收敛改变气息 这是西海域的一位鬼才 修为深不可测 但更强的是他的无双速度 群仙徒被盗之后 清风阁阁主理清风直接封印了九一仙山中央区域 九一城 也是九一仙山最繁华的交易之地 位居仙山之巅 只准进不准出 要出去的话就必须严格搜身 有身份的修行之人 都是忍不了的 但正因为李清风的强势 寻仙徒至今依旧可能还在九一城 叶福天听到此话暗暗点头 难怪消息会走漏出去 若寻常情况下 有人得到寻仙徒的话根本不可能泄露秘密 而是自己珍藏研究 但没想到被人所道 这消息极有可能是真实情况 完全符合逻辑 李清风以自己的大道领域封印了九一城 叶福天好奇问道 是的 对方传音回应 如今李清风也开始着急了 因九一仙山上修行之人的特殊 他封城依旧是最大限度了 不可能去一个各强行搜 否则会得罪太多人 反食自身 但时至今日 他还没有找出寻仙徒 而且他释放大道领域封印九一城 对自己也是消耗 再加上外来强者越来越多 李清风开始着急了 局势渐渐已经不受他掌控了 一旦顶级势力强者插足 他便掌控不了局面了 叶福天自然明白 像西地公这样的势力插手的话 李清风哪里控制得了 不过 西地公虽然早就到了 但却也没有打破现有的局面 依旧让李清风维持着封城局面 毕竟他们也不想寻仙徒流出 有没有可能 木道人已经离开了 在李清风封城之前 叶福天问道 这一点 李清风应该比谁都清楚 他既然持续封城 想必是有把握 对方回应道 明白了 叶福天点头回应一声 继续朝前而行 看来 想要拿到寻仙徒 并不容易 一旦封印打破 寻仙徒随时可能被带出 九一仙山 届时 更难找到了 叶黄入九一城之后 西地公之人也随时可能联系到叶黄 提供一些帮助 对方道 好 叶福天道 晚辈告辞 对方拱手 随后身形一闪离开这边 叶福天则是继续朝前而行 速度加快 目标明确 没有过多久 他来到了九一仙山的最高处 一座横卧在蜿蜿山脉之上的城 不过那片区域之外 却是布置了一片可怕的剑狱 遮天蔽日 无穷剑意流淌着 蕴藏的杀意可怕至极 人皇境界的强者只是感知到剑狱之危都会心脏跳动 就是这样一片剑狱 封了九一城 只准进不准出 不过 想要进去 没点修为也不行 实际上 还是拦截住了绝大多数的修行之人 叶福天身形一闪 直接穿透了剑狱进入里面 这是李清风有意放行 否则 外面的修行之人是无法进去的 在叶福天穿过剑狱之时 他清晰地感知到了一道神念在他身上一扫而过 这神念 自然是李清风的 他监察着整座九一城以及进出之人的一切动向 只要有风吹草动 他都会立刻知晓 这神念在叶福天身上停留了片刻 见没有什么异常便离开 叶福天进入九一城中 直接朝着异橱方向而去 那里是九一城的最高处 清风阁遍野在那片区域 叶福天来到这里之后 并没有去找寻仙徒 他出来乍道 不可能找到木道人 也没有任何的线索 若是找到的话 李清风必然是第一个 他走在蜿蜒的山路上 很是悠闲的漫步 看着两侧方向的许多铺位 都是在九一城中进行交易的修行之人 虽然九一城被封印了 但并不妨碍九一城的繁华 被困在九一城的人 每日都还是照常做着自己的事情 宝物的交易 自然不可能停下 这条山路通往上面的清风阁 极其繁华 来往之人不知繁己 叶福天一眼望去 山路上尽是人影 两侧许多摊位上的交易物 都是非凡之物 叶福天也想看看 能不能寻到一些宝贝 在山路上随意地走着 叶福天发现不少人交易之物都和丹药有关 或者是丹药 或者是药材 又或者是丹方 而他们对对方的交易物也有特殊的要求 很多都是指定要交易合物 越珍贵的宝物交易 越是如此 他们都想要自己需要的宝物 不过 能入得了叶福天发眼的宝物很少 直到他来到一处地方 见一个扑卫外围有不少修行之人 便看了一眼 扑卫的主人是一位老者 先锋道骨 白须白发 面露鸿芒 双眸炯炯有神 神采飞扬 是一位人黄久禁的强大修行之人 这位老者来了九一城已有数月时间 不少人都认得 身上好东西也多 每次出现在这里进行交易 都会引人注意 他还偶尔会拿一些宝贝去清风阁进行交易 甚至李清风都认识他 正因为如此 他每次出现在这里摆摊之时 都会吸引不少厉害人物 这时 在老者的铺位上 是一页羊皮券 折叠在那 周围之人议论纷纷 顶级炼丹树 叶福天听到周围之人的声音低语一声 没错 最顶尖的炼丹树 老朽可是好不容易得来 小友有没有兴趣 老者四听到叶福天低语笑着说道 看了一眼外围的叶福天 随后目光便又收回 安静地等待着 叶福天已经传承了东来上仙的炼丹树 但是若有其他炼丹树参考相辅相成 无异于锦上添花 老先生需要什么宝物交换 叶福天问道 炼丹树也是功法的一种 我需要的 是最顶尖的术法神通 一般的可不行 老者笑着说道 周围许多人都流露出失望之色 很多人都提出了交易神通 都被老者拒绝了 这是全部的炼丹树 叶福天问道 当然不是 老者回应道 这是部分 可以过目 看过之后 便知其珍贵了 叶福天点头 随后走上前 老者蹲下身子 将羊皮卷翻开 叶福天看了一眼 内心微有波澜 虽然只是部分 他却感觉到 这炼丹树 比东来上仙传承给他的更强 难怪至今没有人交易下来了 前辈确定这炼丹树完整 叶福天问道 当然 老者点头道 老朽来这里也有不少时间 岂会欺瞒 好 叶福天点头 随后对着老者传音一声 问道 可否 老者眼眸中闪过一抹一芒 道 可 我这边神念传给老先生 叶福天话音落下 一抹神光朝着老者眉心而去 老者没有拒绝 安静地接收着 片刻之后 叶福天收回 老者则是将一枚储物戒交给叶福天 道 你要的东西在里面 多谢老先生了 叶福天将之交过道 老者笑了笑 对着叶福天传音道 小友被这么多人盯着 可要小心些 里面的东西 莫要轻易拿出来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明白 叶福天回应一声 神念入侵储物戒中 看到了完整的炼丹树 在储物戒中 还有其他物品 似乎是一枚古老的卷轴 神念入侵其中 叶福天发现 这卷轴中有一幅图案呈现 似乎是一幅地图 地图 叶福天瞳孔微微收缩 这是附赠物 第2523章局 这让叶福天露出一模诡异之色 这福地图 不会是 金风格格主封印九一城 便是为了找寻仙徒 如今 这老者在交易之时 偷偷将一福地图附赠 很难不让叶福天多想 而且 他最后那句话 也令人浮想连篇 假如被这么多人盯着 可要小心些 里面的东西 莫要轻易拿出来 这句话 是按指炼丹术 还是指纳福地图 叶福天见老者又取出一件宝物 继续交易 也没有再看他 他便也默默地转身离去 不想引人注意 但依旧有不少目光在盯着他 这些人自然不是因为地图 而是因为炼丹术本身 这炼丹术本就是超凡宝物 被人寄予很正常 更何况 他直接用宝物打动了老者 显然身家丰厚 怎么可能不被人盯上 不过叶福天也没在意 如今能够动他的人 没多少 即便是这片封印的监狱 他要走 也不可能拦得住他 叶福天没有直接离开这边 而是在山道上行走着 继续留意查看有没有什么宝贝 他又找到了不少炼制丹药的药材 都交易到手 以后他想要炼丹的话 对药材的需求也是非常恐怖的 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了 一路逛下来 叶福天收获颇丰 一直到山顶清风阁这边 他才离开这片区域 九一城是在山上所建 在九一城的下方 则是山地 有许多修行之人在山脉中修行 当然 即便是蜿蜒的山脉 也有着许多建筑或者修行洞府 叶福天找到一处无人之地 开辟了一座洞府 布置好后进入洞府之中 随后在外设置风尽力量 这是修行之人常用的手段 洞府之中 叶福天取出那幅图 古老的地图显得格外的暗淡 没有光泽 叶福天审念入清旗中 顿时光芒大盛 无数线条出现 有一幅清晰的图案浮现 像是一幅风景图画 上面有着一片海 海上有诸多岛屿 很简单 让人捉摸不透 叶福天取出一枚玉玉简 神念入清旗中 顿时一幅大地图出现 是之前西池遥赠给他的西海域地图 他想要从中找到和小地图相似的图案 若这地图标记的是西海域的某个岛屿 从整个西海域的地图上 就一定能够找到一样的地方 从而确定这地图所标记的位置 叶福天神念在大地图上不断扫视着 他发现了不少相似的图案 但对比过后发现还是有些不对 虽然有些相似 但总有一些偏差 无法完全对应上 若是这样 便有可能不是同一地方 西海域如此之大 有着无数岛屿 很容易出现相似区域 对比了许久 叶福天还是没有找到 如若这是寻仙图 那么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幅地图绘制于多年前 西海域中的岛屿可能出现了一些变化 由岛屿在历史中消失 如果是这样 不可能在如今的地图上对比找到 叶福天心中暗暗想着 如果是这样 便有些麻烦了 而且 若是寻仙图 那老者为何会赠给自己 他以为想要在这里拿到寻仙图会很麻烦 但如果这就是的话 未免过于简单了 他将寻仙图收回 但就在这时 叶福天发现了一模一样 目光转动 思考片刻 他便明白原因了 原来如此 叶福天嘴角挂起一抹冷笑 看来 九一城很快会有一场霸战了 叶福天取出那炼丹之法 随后开始闭目修行 没有离开洞府 他准备先修行这炼丹术 随后炼丹试试 反正也闲来无事 而且 看到刚才的一场 基本已经可以确定 这幅图便是寻仙图了 但终究还是有一丝可能是障眼法 所以 他也没打算离开 先在九一城看看 在叶福天修行之时 九一城中 越来越多的强者到来 除了西海域的强者之外 其他域也有顶尖人物横跨无尽空间来到西海域九一仙山 都是为了寻仙图而来 如若只是一位大地的传承 原界也有不少 或许还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 但这位古时代的大地人物 有可能是一位炼丹大地 在如金神州炼丹西区的时代 一位炼丹大地的传承价值不可估量 没有谁愿意错过 因此 除西海域诸岛之外 已经有海外之人降临西海 这一天 叶福天依旧在洞府中修行 但这时洞府忽然间震动了 不断的摇晃发出轰鸣之音 像是发生了恐怖地震般 叶福天睁开眼睛 身前的神火熄灭 抬头看了一眼 洞府已经在坍塌 他知道 外面爆发大战了 不过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轰隆隆 恐怖声响传出 洞府在坍塌毁灭 叶福天身上神光流转 有光幕护住身体 身形一闪 出现在了外面 那座洞府所在的山脉都粉碎为虚无 而此刻外面 有一股恐怖的剑翼 苍穹之上 璀璨至极的剑流动着 朝着一处方向降下 骇人至极 在那剑所诸相的地方 下面也传出一股惊人的气息 似两大顶尖及强者正在大战 剑目之下 一道身影矗立于虚空之上 在他身体周围 一道道绚丽至极的剑光 从苍穹剑翼垂落而下 正是清风阁的阁主里清风 而下方的修行之人 白须白发也正是之前和叶福天交易的那位老者 叶福天没有感到意外 他之前就已经猜到了 七弟公的修行之人告诉他 目道人极善隐秘 一容伪装气息都登峰造极 那么他在盗取寻仙徒之前就已经来到了九一城 而且一直在那里进行交易 甚至和清风阁都混好了关系 就连李清风都认识了他 随后他到了寻仙徒 又继续回到伪装的身份 还是在那里交易 一切如常 的确很难被人怀疑 这等手段 确实高明 不过由此可见他的伪装之术 竟然骗过了李清风 目道人的修为 应该是不如李清风的 叶福天抬头看向那边的战场 极其可怕 那毁灭的剑光 似要将整座九一城都摧毁 以为平地 阁下倒是很有闲情意志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叶福天目光收回 看向身边的一行强者 有三人气息都很强 叶福天知道他们在几天前自己刚和目道人交易之时 这几人就盯上了自己 只不过一直没有动作 但此刻大战爆发 目道人身份暴露 九一城正处在混乱时 他们终于决定对自己动手了 杀人夺宝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过寻常 在修行界各方 每天都在上演着 不过叶福天并没有在意他们的存在 目光扫了一眼对方 随后又继续投向战场 直接无视了他们 口中一道声音传出 现在滚 我不计较 三人皱眉 盯着这白发青年 只见对方背负着双手 看向远方 完全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三人中最年长的那人眉头微皱 白发白衣 英俊非凡 他忽然间想起了不久前 转入九一仙山的一则消息 瞬间生出强烈的警惕之心 没有任何犹豫 他直接转身就走 道 这浑水我不烫了 留给两位去争吧 说吧 他快速离开这边 身形朝远处而去 走到很远的山峰时 他才转身看了叶福天这边 似乎还抱有一丝侥幸 希望不是传闻中的那人 另外两位修行之人 则是眉头紧锁 不明白为何那人突然间放弃 射而下神轮中的长枪射杀而出 遮天蔽日 覆盖了这片区域 诸向叶福天 攻击极其霸道 另一人没有出手 似乎在观望 叶福天手臂抬起 朝天一指 这一指尖 一股恐怖 坚毅直接穿透虚空 诸向那金色圆盘 砰砰砰 炸裂声响传出 圆盘直接被打穿来 破碎毁灭 神轮被毁 那出手的强者闷哼一声 脸色惨白 口吐鲜血 他惊骇地看向叶福天 身体后撤 想要离开 叶福天手指朝他一指 无间见光一闪而逝 直接穿透他的身躯 以叶福天今时今日的修为境界 寻常久近人黄起能挡他一击 直接被抹杀 另一人看到这一幕脸色陡然间大便 身体后撤 想要离开战场 晚了 叶福天面向对方 手指再度一指 虚空中出现了一道可怕的光 贯穿了空间 自对方身躯上穿透而过 没有一丝的悬念 死 远处已经逃离的那人只感觉心惊胆战 身上出现一身冷汗 果然是他 因为九一城的风波 导致城池被封 外面的消息很难进来 他是在九一城被封之前 恰好得知盈州城传来的一则消息 这才侥幸得以活命 否则三对一 他必然也会出手 这条命 算是捡回来了 就在这时 远处叶福天朝着他这边看了一眼 他只感觉心肝剧烈 直接转身顿走 根本不敢停留丝毫 哪里还敢继续窥视那边 若叶福天要杀他 恐怕他根本走不掉 必死无疑 叶福天没有杀他 目光收回 朝着战场望去 身形一闪 他站在了一座古风上 看向那场大战 因为这场大战的爆发 导致了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没有什么人注意 整座九一城的目光 都在李清风和木道人身上 看这场 李清风已经压制住了木道人 胜负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不过 如今九一城被西海域各方势力盯着 甚至海外之人都到了 这场大战的意义实际上不大 即便李清风从木道人身上 夺回寻仙徒也保不住 哪怕他是杜结强者也一样 木道人的做法 相对而言更聪明一些 但这有个前提 是他不会隐于李清风手中 当然 木道人的运气似乎也不怎么好 因为他遇到了自己 所以 也注定要失败了 第2524章注定失败 九一城的人都在注视着这一场大战 结局也正如叶福天所预料的一样 木道人被李清风死死的压制着 直到剑一穿过木道人身体 封印九一城的剑欲缩小 化作一道道剑形光柱 环绕于木道人身体周围 使得木道人周围化作了一片废墟 唯独木道人所站的地方 孤零零的耸立在在 只剩下了山脉的一块 封印解除了 诸强者抬头看天 九一城 解封 因为战斗胜负已经分出 木道人被控制 李清风矗立于虚空之上 俯瞰下方木道人的身影 眼神如剑 开口道东西还来 木道人却是笑了笑 随后他手掌挥动 身上的储物类宝物全部飞出 朝着李清风而去 开口道 你自己查探吧 李清风长袖挥动将之卷了过来 随后神念入侵其中扫事 过了一些时刻 他将所有储物宝物看了一遍 有不少好东西在 但却没有找到他想要的 他的脸色陡然间变了 盯着木道人道 你藏在何处 清风阁主 这些宝物 是本道人的全部家当了 木道人开口道 至于你要找的东西 不在我这里 李清风听到他的话 脚步虚空一踏 顿时剑意流转 那一道道剑形光芒扫荡 使得下空出现可怕的毁灭气息 道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 自苍穹往下 一股极强的杀意弥漫 仿佛只要木道人的做法没有让他满意 他便会诛杀对方 哥主要杀我 本道只好拼死一搏 但是即便杀了我 东西也已经不在了 木道人神色平静 修行到了他们这种境界 很少有人会冲动行事 他相信李清风会懂得权衡利弊 李清风眉头皱着 随后如利剑般的双眸陡然间 抬起望向苍穹 看向那解开的剑语封印 脸色变了 上当了 李清风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般 眼神极为难看 他封印九一城许久 就是为了找到木道人 如今找到了并且控制住 才没有继续封印九一城 但他却没想到木道人竟如此狡诈 以自己为诱饵 你让谁带出去了 李清风俯瞰下方木道人 声音冰冷至极 虽然解开封印没有多久 但这些时间足以让许多人离开九一城了 如今再想要追踪 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他们都无法锁定是谁 而且当才也没有人注意谁离开了九一城 木道人听到李清风的话露出一抹笑容 他知道对方领悟了 既然如此 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阁主 如今的局面你也看到 莫说是西海域 海外势力都已经到达 即便我这时拿出了寻仙徒交还阁主 阁主以为能够守住吗 木道人没有直接开口 而是对着李清风传音说道 李清风虽然很不悦 但却不得不承认 木道人所言是实情 即便木道人这时将寻仙徒还给他 他也很难保住了 如今已经不像之前 现在这座九一城中 有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寻仙徒 不过李清风没有回应 等着木道人的下文 果然 只听木道人继续传音道 一起合作如何 怎么合作 李清风回道 群仙徒已经被诸事例盯上 我们联手 我去找回群仙徒 一起破解群仙徒之奥秘 找到古地仙山 木道人传音道 我若放过你 你拿到群仙徒之后远走高飞 独自前往寻找仙山呢 李清风冷冷的回应 显然不那么信任 木道人 歌主拿到寻仙徒也有不少时日 自然知道寻仙徒之奥秘 并不是看起来那般简单 不可能轻易破解 我还需要歌主的帮忙 更何况 如今我身上宝物 竟接在歌主手中 这也是本道人的诚意 这些 可是我全部家当 歌主想必也能够看出来其珍贵 木道人继续道 李清风盯着他 这木道人简单的一席话 却让他感觉 对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 而且对于寻仙徒的渴望 极为强烈 甚至以全部宝物以及身家性命作为赌注 都赌在了上面 不过这也正常 木道人可不仅仅是西海域的大道 他同时还是一位顶尖的炼丹大师 因擅长炼丹速度以及隐秘伪装之术 因此他的战斗力逊色一些 你不怕找到仙山之后 我对你下手 李清风道 我是一名炼丹师 木道人回应道 李清风似乎比较满意这答案 陈寅片刻 随后道 好 话音落下 恐怖的剑道气息消失 但李清风依旧盯着木道人 朗生开口道 今日暂且放过你 但你若不将到取之物还于我守 我定不饶 多谢歌主了 木道人拱手说道 两人似乎达成了和解 这一幕让周围之人露出怪异的神色 这两人最后的对话 更像是演戏 恐怕他们一直在传音交流 他们是如何达成了一致 让李清风决定放过木道人的 恐怕 只有他们两人自己知道了 但如今 寻仙徒在何处 木道人身上应该没有 告辞 只见木道人又说了声 话音落下 他的身体化作了一阵风 直接消失于天地间 速度快到惊人 阁主 金风阁不少强者看向李清风 有些意外 为何会放木道人走 李清风转身从虚空中走下 他没有解释 放对方走原因其实很简单 无论放还是不放 他都没什么机会了 他并没有完全相信木道人的话 但不相信 他也没有第三条路 杀了木道人 各方强者只会盯紧他 在寻仙徒的消息传出的那一刻 古老的仙山 便可能已经和他无缘了 因此 李清风选择了放 放 还有一丝机会 杀 一丝机会都不会有 就这样结束了吗 周围的修行之人看着这一切 寻仙徒 似乎还没有一个结果 叶福天也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见木道人离开 他便知道 自己手中的应该就是寻仙徒了 他转过身外部而行 离开这边 没过多久 便走出了九一城 叶福天没有停下 继续往外 离开九一仙山 进入到茫茫海域之中 就在叶福天行走于海域之时 忽然间感觉到了一缕神念落在自己身上 没有丝毫的掩饰 直接扫来 来了 叶福天心中暗道 嘴角流露出一抹冷笑 随后加快速度往前而行 那神念始终锁定着他 追逐而来 速度极其的快 比速度 叶福天神足通释放 身形直接从原地消失 远处方向 一道身影以极其可怕的身法在追踪叶福天 这人穿着简陋 一身邋遢 但身法极其可怕 一步一虚空 在天地间留下无数影子 但很快 他身形止步 停要海域上空 脸色陡然间变得格外的难看 他追丢了 他的心脏扑通的跳动着 好不容易不下此局 竟然在最后关头出现插持了吗 怎么会跟丢来 老先生找我 一道声音传来 叶福天的身影出现在老者的面前 老者抬头看向眼前英俊的面孔 眼神有些怪异 对方甩开他之后 竟然主动又回来了 你怎么做到的 老者对着叶福天问道 叶福天取出一枚储物戒 看着老者道 老先生先是伪装身份在九一城摆下铺位 接近清风阁 混了脸熟 之后到取寻仙徒 而后回到之前的身份 神不知鬼不觉 却不想 李清风封了整座城 各方势力强者也先后抵达 老先生知道继续下去 不可能将寻仙徒带走 因而 以交易的方式 将寻仙徒放入了储物界中 并且留下了一道印记 如此一来 事后也可以追踪找到 于是 老先生来到了这里 找到了我 叶福天缓缓开口 眼前的老先生虽然和之前不一样了 但叶福天怎么会不认得 正是那先锋盗谷的木道人 所以 小友是否要将东西还给老道了 木道人盯着叶福天开口说道 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他故的局应该没有破绽 如此一来 便能将寻仙徒带出 最后回归他手 然而 他在交易时所遇到的叶福天 似乎并不简单 他不仅甩开了自己 而且 猜到了这一切 叶福天神念渗入储物戒指中 下一刻 木道人发现他留下的印记消失了 被叶福天所抹掉 木道人瞳孔收缩 叶福天知道印记的存在 而且能够将之抹掉 但却没有这么做 而是在等他 这意味着什么 老先生 赠送的东西 哪里有收回的道理 叶福天淡淡的说道 木道人的计划的确可以称得上市精湛了 利用外人来破局 如若不是遇到了他 这寻仙徒多半最终又回到了对方手里 但是 木道人似乎运气不太好 遇到的人是他 因此 注定要失望了 想要从他手中拿回寻仙徒 简然 不可能 老道若一定要收回呢 木道人的语气变了 他为这寻仙徒 付出了不少 但现在 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第2525章收服 一定要收回 叶福天看向木道人 笑着道 老先生可以试试 好 木道人点头 话音落下 这片海域陡然间被火焰所笼罩 化作火域 这是一片青色的火域 在木道人身体周围 青色火焰环绕 进化作一朵青莲 青莲之上 一缕缕神火气息虚无缥缈 笼罩无垠空间 朝着叶福天的身体包裹而去 这是以我命魂所住 融入我对火焰大道的感悟 生出的造化之火 为造化青莲 拥有造化之力 生生不息 虽然还不够成熟 但威力已经很强 你若真凶为酒精 怕是沾之极粉 现在将寻仙徒交于我 我可放你生路 木道人开口说道 叶福天感受着造化青莲之火 知道这是结火 度过大道神节的 他融入了自己对火焰大道的感悟 创造这造化之火 将来的确还会更强 不过 需要奇迹 以及遇到其他天地神火洗礼 老先生 比起沙迪 这道火用来炼丹的话 或许更为合适 叶福天开口说道 我和老先生打个赌如何 木道人露出一抹一色 盯着叶福天 只见这青年神色坦然 在火域之中竟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一点没有畏惧之心 赌什么 木道人盯着叶福天道 我以肉身沐浴老先生的到火 若不能承受 寻仙徒自当归海老先生 另外 我赠老先生太阴太阳真火 叶福天道 太阴太阳真火 木道人盯着叶福天 你是什么人 老先生先聊赌注吧 如何 叶福天没有回应 而是问道 以肉身沐浴造化清廉 不见外力以及宝物抵挡 木道人盯着叶福天道 这言语 未免太过狂妄 这真是酒精之人所说的话吗 是 叶福天点头 好 木道人点头 老先生不问问我胜的话 让老先生付出什么代价吗 叶福天问道 你若胜 那么我便不可能是你对手 自然任你处置了 还能如何 木道人回道 叶福天露出一抹笑容 的确是这么回事 如若他能以肉身沐浴造化清廉 这场战斗便没有悬念 还谈什么条件 老先生请 叶福天开口说道 木道人盯着叶福天 这狂妄至极的白发青年 只见他身下的造化清廉飞出 朝着叶福天而去 随后落在了叶福天下方 清廉绽放 朝着叶福天的身体延伸 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 顿时造化清廉神火笼罩着叶福天的身体 欲将他吞噬掉来 叶福天如他所说的一样 站在那没有动 沐浴在造化清廉到火之中的他通体璀璨 神光流转 犹如大道神体 不死不灭 神火入侵 渗透入体 叶福天的脸色却没有丝毫变化 安然无恙的站在那 甚至 流转的大道神光似吞噬着一缕缕神火 使得造化清廉神火涌入他体内 仿佛在淬炼滋养他的肉身 沐道人眼神变了 丁卓眼前那白发青年 只见对方的一头白发都像是化到了斑 神火不能焚 这种能力 让他感到内心震撼 即便是清风格格主李清风 也绝对不敢如此 会被他生生粉杀 战斗指示也只是以剑道强攻压制他 但这白发青年 竟敢如此 而且他感知中对方修为才人黄九镜 他怎么做到的 沐道人精心不菊 为了寻仙徒可以说豁出去了 以身犯险 如若李清风不那么理智 可能就直接对他下杀手了 他以交易的方式将寻仙徒藏于交易者身上 留下印记在风波之后取回 然而 他似乎选择了一个最不该交易的修行之人 老先生以为如何 叶福天含笑看向沐道人开口说道 沐道人盯着那英俊的身影 他身上的火焰更强 造化青年还在生长 滔天神火淹没叶福天的身体 将他埋葬于神火之中 就像是在炼化叶福天身体般 但即便如此 还是坟灭不了叶福天的躯体 他那血肉之躯 犹如神体一般 道火不清 这一刻沐道人已经明白 这后被青年的实力 远在他之上 直接可沐浴他的道火 这一战还如何去战 叶福天之所以敢如此 自然是对神体的自信 他这尊肉身本就是感悟神甲大帝神体所著 又经历一次次神节洗礼 本身就是他最强的手段之一 他沐浴过秩序之火 体内还有太阴太阳神火 才敢这么做 直接以肉身承受到火之威 甚至吞噬造化青年道火 沐道人深深地看了叶福天一眼 他知道自己已经拜了 而且拜得很惨 嗡 身形一闪 沐道人的身体直接从原地消失 无影无踪 竟然选择了顿走 环绕叶福天身体的道火 也化作一缕缕神火之光 消散无影 随沐道人而去 很显然 沐道人不想履约 若能走 他当然还是要走的 叶福天却是露出一抹冷笑 身形一闪 从原地消失 竟是直接出现在了沐道人身后不远处 沐道人感知到身后的身影脸色微变 脚步踏出 如行云流水 虚空中出现无数残影 就像是一道灰色的流光 在天地间流动着 叶福天身体再次从原地消失不见 沐道人的身法很强 他擅长速度逃亡隐秘之能都是极其厉害 可惜他遇到的是叶福天 擅长神族通的叶福天 两人在海域上空不断穿梭前行 快到极致 沐道人逃了一些时刻 发现始终没有甩开叶福天的身影 就在这时一道白衣身影直接拦截在他前面 沐道人移行幻影迅速幻影方向 但叶福天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连续数次之后 沐道人终于停下 没有再逃 他看向眼前的白发青年 开口道 没想到我会栽在一位后辈手里 小友是什么人 人介 叶福天 叶福天回应道 沐道人一愣 这名字 显然他听说过 他在九一城的时候 还听闻叶福天诛杀了众鸟 不过因为当时他整个人的心思都不在 而是在寻先途上 没有去想其他 不然 应该早就猜到叶福天身份的 看来 不冤 沐道人笑着道 你想要什么赌注 老先生修为不凡 而且是恋丹大师级人物 晚辈颇为欣赏 想要邀请老先生入我园界紫微心域 老先生以为如何 叶福天开口道 沐道人一愣 看着叶福天 不愧是元界第一妖念人物 好狂妄 你要老道追随听命于你 沐道人道 晚辈没有这么说 但老先生要这么理解 晚辈也没什么可说的 叶福天道 老道咸云也鹤 无数年来都是自在修行 被誉为沐道人 横行西海 自由自在习惯了 不惜受人约束 若想要加入什么势力早就加入了 哪里会到现在 这堵住 老道怕是无法兑现 沐道人回应道 好 叶福天开口说道 话音落下 这片海域被一股恐怖的大道气息所笼罩 直接封印覆盖 叶福天的眼瞳之中 有沙念闪过 一股恐怖威压笼罩着这片天地 覆盖沐道人的身体 这一刻 这位英俊的白发青年身上 却涌现出一股无比强势的沙翼 你想要如何 沐道人盯着叶福天 老先生假借我守藏寻仙徒 若晚辈修为不够的话 怕是生死便由不得自己 如今 只有老先生一人知道晚辈有寻仙徒 老先生你现在问我 叶福天开口道 更何况 当初我猎杀众鸟 都是以你实力 至今无人知晓我真是实力 老先生同样是知情之人 你说我要做什么 沐道人脸色陡然间变得极为难堪 这两点无论是从哪点来看 叶福天都必然是要除掉他了 合情合理 如若是换一个角度 他站在叶福天的立场 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灭口 他幻音落下之时 恐怖杀意席卷而出 苍穹之上出现一道道神剑 指向沐道人 沐道人抬头看了一眼 感受到这股恐怖威压 他心脏跳动着 显然知道叶福天不是在开玩笑 我可以替你炼制一些丹药 沐道人回应道 炼制丹药 叶福天冷笑一声 苍穹之上出现日月神光 太阴太阳之力同时降临这片空间 他开口道 我本身便也是一名炼丹师 否则为何要找寻仙徒 此次预照你入紫微星域 并非是你不可替代 只因我更多的时间需要花在修行之上 而非炼丹 因而可以找你合作 找到仙山之后 提升你的炼丹能力 让你负责炼丹事宜 如此一来也是双赢 老先生以为我需要区区几枚丹药 他声音响彻虚空 使得沐道人内心震荡着 他竟因叶福天之言 心神不稳 一直动摇 沐道人活了多年岁月 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后辈人物 李清风虽然强大 但比起叶福天而言 不止差了一点 和李清风还是叶福天合作 孰强孰弱 叶福天不仅仅让他恐惧 而且让他生出贪念 寻找仙山 提升他的炼丹实力 将炼丹事宜交给他 这让他没有丝毫怀疑 叶福天所说的话 从逻辑出发 没有破绽 否则 叶福天直接杀了他便可 不杀的原因 只因为他有利用价值 空 神剑垂落而下 杀念滔天 叶福天眼神中杀意灵力 肆意准备下杀手 目道人心脏跳动着 开口道 我答应 嗡 神剑诛杀而下 使得目道人脸色惊变 他身上大道气息爆发 造化青年朝着神剑飞去 抵挡住神剑的杀法 目光却骇然地盯着叶福天 对方既然还是决定杀他 为何要和他废话 你答应我的赌注 却违背承诺 拒绝了我 如今在死亡威胁之下 才勉强同意 如此不守诺行为 我如何能够信你 叶福天开口说道 神剑继续垂落 杀向目道人 这一刻目道人明白 叶福天如此强势 是真动了杀鸡 若他给不了对方满意的答复 今日他便要陨于这西海之上 我目道人在此立誓 愿意追随左右 目道人朗声开口说道 若阁下还不信我 可亏我脑海中的记忆 知我秘密 如此一来 便知真假 叶福天听到目道人之言 神念停止了继续垂落 身上的杀意却没有收敛 他身形漂浮朝前而行 来到目道人身前 冷道放开意识 说吧 他的神念直接钻入目道人眉心之中 顿时 目道人的记忆被他窥探 过了片刻 叶福天神念收回 退出了目道人的记忆 心中冷笑 果然在死亡威胁以及诱惑之下 没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 原来 目道人还有家眷 但无人知晓 倒是隐藏得很深 神剑消散 杀念也瞬间荡然无存 西海之上 海风拂过 阳光洒落在海面之上 波光凛凛 一切恢复如常 阳光何续 老先生早答应 何苦如此 叶福天含笑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叶玉柱合作愉快了 目道人看着叶福天英俊的容颜 那笑容令人如沐春风 但他却感觉内心生出一阵寒意 竟是有些害怕叶福天 眼前这位青年后辈人物 比他见过的许多老家伙都要可怕多了 哪里像看起来的这般 这次 他算是输得心服口服 如今道也没有什么一心 不敢言合作 老朽子当尽力辅佐叶黄 目道人很识时务 微微行李道 虽然眼前之人是晚辈 但实力却比他强不止一点 既然已经妥协低头 那么他自然就该明白双方地位 收敛傲气 叶福天深深的看了目道人一眼 也没在意 笑着开口道 刚才多有得罪 老先生勿怪 但我也是不得以为之 人在修行界 身不由己 走错一步 便关乎生死 如今既然携手 那么便一起联手找到古地仙山 我会助老先生成为顶尖炼丹宗师 老朽明白 目道人点头应道 第2526章叶福天的野心 此行前来西海域 不仅借西海域与主府威慑了朱势力 如今又得寻仙徒 以及收拢一味度洁净的炼丹师 算是收获满满了 不过 叶福天依旧没有满足 如今寻仙徒在手 若能够找到古地仙山 便有机会助就神州最强的炼丹阵容 使得紫薇心御成为炼丹圣帝 如此一来 紫薇心御又将会迎来一次蜕变飞跃 当然 即便没有找到古地仙山 叶福天也会组建一支炼丹队伍 帮助他炼丹 壮大紫薇心御的力量 如今天下大乱 紫薇心御独树医治 面对各方世界豪强 必须要变强大 老先生炼丹多年 想必对炼丹界知道不少 我欲召集一支炼丹队伍 老先生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叶福天对着目道人开口道 老朽子当尽力而为 只不过炼丹之人都心高气傲 若不是事出有因 不会轻易受招揽 除非能够找到古地仙山 如此一来 面对强大的炼丹师 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自然就能够轻易召集 一支强大的炼丹阵容 目道人开口道 叶福天点头 他自然明白对方说的是事实 这次若非是目道人 想要利用他 也不会遭到反噬 被他所收服 若不是事出有因 他强行对目道人出手 怕是目道人会以身殉道 除此之外 我还需要寻一些炼丹药材 炼制丹药 也需要劳烦老先生了 叶福天继续开口道 还有 之前在九一城 老先生和清风阁阁主 可是达成了什么协议 他自然清楚 清风阁阁主放过目道人 不会那么简单 两人传音交流过 必然是达成了一致 当才他搜索目道人的记忆 对此也亏看到了一些 但没有具体取亏视 毕竟目道人的记忆太过庞大 他只是放大了一些有用的记忆提取 能够威胁到目道人的记忆 恩 目道人点头 之前和李清风达成共识 他放我 我召回寻仙徒 随后和他合作 一起破解寻仙徒之奥秘 寻找古地仙山 他自然不敢撒谎 叶福天窥探了他哪些记忆 他是不知道的 谁知道叶福天是否是在试探他 叶福天也没有去怀疑对方的话 记忆都已经窥视了 便注定了目道人不可能背叛 群仙徒有何奥秘 叶福天问道 我之前神念入侵 看到的是一幅地图 但是 这幅地图在西海域似乎找不到完全同样的地方 我猜测是否是因为时间变迁 导致一些仙岛消失了 此外 还有什么 有 目道人点头 我追踪寻仙徒实则已有多年 而且长辈对我说 我本就是当年古地仙山逃亡出来的移民 属于古时代仙山的炼丹之脉 因而多年以来 一直在寻找寻仙徒的下落 直至查到了清风阁 叶福天微微点头 这点 他是知道的 从记忆中他仔细窥探了目道人的身份 虽然具体已经无法考究 但他对炼丹执念极深 而且对寻仙徒以及古地仙山的渴望极其强烈 目道人手掌挥动 顿时这片海域被设置了封禁 他对着叶福天道 叶黄将寻仙徒取出一用 叶福天点头 伸手一挥 顿时寻仙徒悬浮于空 目道人神念直接入侵寻仙徒 顿时寻仙徒漂浮于空 出现了一幅绚丽画面 在一片海域之上 浮现了诸多仙山 目道人眼眸中射出一道光 顿时寻仙徒陡然间放大来 越来越大 片刻后 仿佛化作了一张宝图遮天蔽日 四法七宝五般 这让叶福天露出一抹一色 之前观察寻仙徒有些仓促 他还没有来得及研究 寻仙徒 竟是如此不简单 嗡 就在这时 寻仙徒下方出现了一片道火 乃是造化清廉 然而如此可怕的神火焚烧之下 寻仙徒依旧没有丝毫焚毁的迹象 相反 火焰纹路在寻仙徒上扩散流动着 渐渐的扩散至整幅图案 轰猛龙 剧烈的神火轰鸣之音传出 道火在寻仙徒上燃烧 那幅图化作了神火宝图 一道道神火之光照射而下 落在下空海面之上 甚至中间出现了一座山形之火 无穷道火汇聚在那 像是化作了一座山 叶福天看到这一幕内心也不平静了 心脏微微跳动着 目光盯着眼前绚丽奇景 竟是如此神奇 看来 他之前将寻仙徒想得太简单了 寻仙徒 可能不仅仅是一幅地图 还可能是开启古地仙山的钥匙 目道人对着叶福天开口道 所以 你根本没有打算回去找清风格格主合作 叶福天问道 看情况 若我无法破解 便会去找 若我能够独自做到 为何要找他合作 我身上的那些宝物虽然非常珍贵 但和古地仙山相比 不值一提 目道人开口道 叶福天深深的看了对方一眼 这目道人极有心机和野心 实力虽然稍训 但他擅长炼丹和隐秘 可以弥补一些 绝对是个极厉害的人物了 若不是阴差阳错遇到了自己 怕使目道人真有机会破解此秘 可惜了 这老家伙撞到了自己身上 不过 目道人越有能力 叶福天越高兴 如此一来对紫薇心欲作用才更大 这种老怪物人物 果然不是善茶 心机深得很 意思是地图还是那幅地图 但寻仙图本身 可能是要是 难怪清风格格主不惜 封城搜索也要将他找回了 若只是一幅图 可以画出许多份 叶福天低声道 那样的话 李清风大可低调形式 没必要闹得如此风波 人尽皆知 他没得选 失去了寻仙图 便意味着开启不了古地仙山之秘 正是如此 目道人开口道 随后道火和神念消散 寻仙图恢复原来模样 漂浮于空 目道人看向叶福天道 叶黄可以收起来了 之前虽有一些摩擦 但如今既已是同盟之人 便不必如此身份 老先生直呼晚辈名字便可 叶福天首长一挥将寻仙图收起 同时开口道 目道人私存片刻 随后道 叶黄乃是紫薇心育之主 地宫公主 我既加入紫薇心育 成为其中一员 便称叶公主吧 好 叶福天没有多言 点了点头 随后道 老先生擅长一荣隐匿 再随我前往九一仙山一趟 是 公主 目道人没有多问 直接听命行事 进入状态很快 之前也反抗过 但既然已经输得心服口服 那么便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放下以前的高傲 走 叶福天没有去纠正 两人返回九一仙山 九一仙山 叶福天和目道人并非是同时回来的 而是分散行动 此时 叶福天出现在了九一城中 目道人则是换了一个身份 听从叶福天的吩咐 去为叶福天收集炼丹药材 并且结识一些炼丹师 以目道人的能力 这自然不是很大的问题 他也知道 叶福天已经在为组建炼丹军团在做准备了 一旦他找到了谷地仙山 那么便有机会让紫薇新玉成为第一炼丹圣地 叶福天另有事做 他站在一座谷峰上 在他身旁 有一位中年人黄出现 站在他身旁不远处 传音道 叶黄找我们 池瑶仙子还有多久到 叶福天开口问道 七池瑶也应该到了吧 快了 神女已经进入了九一仙山 不久后便将来到九一城 对方传音回应 好 我在这里等他 叶福天道 晚辈明白了 对方点头 随后告辞离开 叶福天则是盘膝而坐 便在这里修行 一段时间后 一行身影朝着这边而来 为首之人风华绝代 正是西地宫神女西池瑶 叶福天目光睁开 随后起身 只见西池瑶嫣然一笑 传音道 到手了 叶福天看了西池瑶一眼 零有否认 传音回道 你如何知道的 木道人之前和你交易过 此人向来聪明 应该是想要假借你之手 将东西带出去 他的确骗过了李清风 而且几乎成功了 可惜 遇到了你 西池瑶笑着传音道 如今 木道人怎么样了 西池瑶虽然不在 但仿佛一切都亲眼目睹了班 猜了出来 这位西地宫的继承人 显然不仅仅是天赋出众那么简单 加入了紫威心域 叶福天回道 佩服 七池瑶道 看来叶黄想要召集一批炼丹大师了 若是找到了古地仙山 所以 要请池瑶仙子帮忙 叶福天直截了当地开口道 寻仙图有些残缺 我猜测 可能是因为历史变迁 我需要每一代的西海海域图 越详细越好 西地宫应该算是西海域最为古老的势力之一了 若说谁能够拿出历代西海域地图 西地宫绝对是其中之一 这些 想必西地宫中都有收藏 西池瑶美眸 您是叶福天 认真的点了点头道 我尽力 叶黄若是信我 何不前往西地宫一趟 一起破解寻仙徒之密 第2527章公开 叶福天有些犹豫 您是西池瑶的眼睛 只见西池瑶神色坦然 面含微笑 让人感觉极为舒服 西地宫乃是西海域霸主 有着无数年的历史 底蕴深厚不可测 叶福天猜测西地宫的实力 绝对是强于西海域域主府的 而且不只是强大一点 西海域主一直想要撼动 西地宫的地位 实际上很难 如今的古神族 轻易不会显露出自己 全部的底蕴 他若进入西地宫 即便擅长神族通 如若西地宫对他有歹意 他便也休想逃出生天 纵然他相信西池瑶 但也无法完全相信 西地宫的修行之人 即便西池瑶没有坏心思 但若西地宫的掌舵之人 有其他想法呢 后果 将是致命的 毕竟西地宫还是属于神州势力 再加上他身上的大地传承 他无法确认西地宫的一些人 没有想法 持遥仙子的好意 叶某心领了 我自然相信持遥仙子 因而 我愿将寻仙徒 抄路一份送往西地宫 持遥仙子可带回西地宫 找到古地仙山的位置 而叶某在这九一城 还有些事情要做 便不过去了 叶福天开口说道 如今他的安危 不仅仅关乎到自己 而是关乎到整个紫薇心欲 他若出事 紫薇心欲将会被碾碎来 他的所有亲人好友 都将会遭遇虐顶之灾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因此 无论何时 他的安危都必须放在首要位置 七池瑶和等聪明之人 自然明白叶福天的想法 他也能理解 韩笑开口道 好 我也陪叶黄留在九一城 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或能帮到一二 寻仙徒我会命人送往西地宫 查出古地仙山位置 随后一同出发前往 多谢持遥仙子了 叶福天道 既是盟友 这便不仅仅是叶黄之事了 同样是我西地宫之事 七持遥笑道 叶福天没有多说什么 道 我去抄露一份寻仙徒 持遥仙子稍等 行 七持遥点头 随后 叶福天身行直接从原地消失 寻仙徒本身便是要事 抄露的寻仙徒即便给西地宫也无关紧要 而且双方既然结盟 这也是应该做的 他也需要借西地宫找出古地仙山具体位置 七持遥站在山峰上安静的等待着 身后老者开口道 看来 他还是不信任你 换做是你 能信任吗 七持遥笑着回应道 修行戒尔与我诈 人心叵测 他身间多位大地传承 神舟不知多少人想要算计他 或明或暗 他自己也背负着紫微心律的命运 哪里会轻易让自己涉险 老者点头 你说的也对 他的天赋 传承以及身上的宝物 再加上如今的寻仙徒 纵然是我 也一样会心动 生出一些念头 他不相信也正常 人都是贪婪的 七持遥道 我也一样 只不过 比起贪婪他的现在 我更贪婪他的未来 与其夺取他身上的一切 何不成为朋友帮助他成长 老者点头 这份远见 不是寻常人能有 西持遥能够选为古神族继承人 自然是有原因的 离过多久 叶福天回来了 将超路的寻仙图刻于一枚预检之中 将之地给西持遥道 持遥先子早日送去西地公吧 我担心持则有变 好 西持遥点头 将之交给身后一人 随后有几人直接启程破空而去 离开这边 夜还我们去走走 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好东西 西持遥对着叶福天邀请道 行 叶福天点头 两人迈步而行 朝着九一城的交易之地而去 接下来的数日 叶福天都在九一城中 找一些需要的东西 主要都是炼丹之用的 至于其他宝物 他大多都不怎么看得上 毕竟身兼数位大地传承的他 如功法神通一类 能够让他看得上眼的太少了 而且 基本也不会出现在九一城 除此之外 九一城中实则也在暗流涌动 从西海域 以及海域外来的许多修行之人 都一直盯着九一城 以及清风阁 这些日来 清风阁都承受着极强的压力 此时 在清风阁的一座庭院 这里有不少修行之人 为首之人 乃是李清风 但其余修行之人却都气息混厚 深不可测 阁主打算何时给我们一个交代 只听一人开口说道 语气不善 带着几分威胁之意 其余之人身上也都释放着一股威压 落在李清风的身上 李清风神色冷淡 沉吟片刻 到三日 三日之内 我会给诸位一个交代 好 既然如此 我们便在等三日 那说话之人拂袖而去 其余之人也都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很快便无影无踪 李清风站在庭院之中 眼神冰冷 朝着远处望去 有不少人进来 对着他躬身行礼 有没有消息 李清风道 回阁主 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一人回应道 李清风的脸色更阴沉了 这些日以来 他一直在等木道人的消息 但那次放过木道人之后 对方竟直接咬无音讯 像是彻底失踪了般 这几天过去 足够木道人拿回寻仙徒 并且找到自己了 但对方没有 显然 木道人想要独吞寻仙徒 再等等 李清风冷哼一声 脸色极不好看 若这木道人想要 私自破解寻仙徒之秘 那么 谁也别想得到 三日后 九一城中传出 一则震撼的消息 清风阁 将公开拍卖寻仙徒 副本地图 同时 还有消息传出 真正的寻仙徒 已经被木道人盗取夺走 此消息一出 便引起了整座九一城的震动 这是清风阁 第一次公开承认寻仙徒的存在 并且将一切公开 木道人盗取了寻仙徒真迹 如今只有副本 寻仙徒所记载的地理位置 无数修行之人奔赴九一城 西海域强大一些的炼丹师 几乎都来到了九一城中 一片盛况 寻仙徒的存在 关乎到大地级别的炼丹传承 这对于炼丹师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如今 神州几乎没有顶级炼丹宗师人物 叶福天和西池瑶 他们也很快得到了消息 不过对于此业福天并未吃惊 他之所以快速找到西池瑶 并抄露寻仙徒让他带回西地宫 越是担心生出这种变故 寻仙徒除去他本身是开启仙山的钥匙之外 还是一幅地图 而这幅地图他可以抄露 李清风当然也可以 一旦李清风面临压力又找不到木道人 便可能会公开 如今 果然发生了 不过幸运的是 寻仙徒的真迹 还在他手里 要不要去清风阁看看 西池瑶对着叶福天开口说道 此刻 寻仙徒已经开始拍卖 整座九一城的强者 几乎都赶去了清风阁 从这里眺望清风阁所在的方位 人山人海 一眼望去 自清风阁往下延伸 山路上全是修行之人 虚空中也有许多厉害人谎 没意义 叶福天道 既然李清风决定公开 那么 必然会想办法利益最大化 这份寻仙徒虽是拍卖 但恐怕不会只拍卖一份 确实 西池瑶点头 拍卖一份也一样会被暴露公开出来 根本瞒不住了 拍卖多份也一样 既然如此 何不利益最大化 而且 对于那些案中的顶尖势力 必然是不需要通过拍卖拿到寻仙徒的 李清风可能会利用他们 一起破译寻仙徒的位置 叶福天继续道 因此 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 西池瑶微微点头 道 我已经传话回去 让他们加紧时间 西地宫那边 已经搜罗出不同年代的海域图 而且如今已经锁定了一些目标 结果应该快出来了 好 希望能够赶在其他人前面吧 叶福天微微点头 虽然他掌控着寻仙徒真迹 拥有开启古地仙山的钥匙 但未知被破解公开的话 各方强者都会道 他除非永远不开启 否则一开启 便将会面对各方强者的掠夺 有可能为他人做嫁衣 正如叶福天所猜测的一样 就在清风阁拍卖寻仙徒副本的同时 在清风阁庭院中 有许多顶尖势力的强者在这里 他们共同拿到了一份寻仙徒副本 李清风看向他们开口道 诸位 牧道人知道这边消息之后一定会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破解地图 而且至今西地宫势力都还没有来找到我 我怀疑牧道人有可能寻求西地宫帮忙 如此一来 他们可能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破译寻仙徒位置 因此在这重要关头 我希望诸位都不要藏着掖着 各怀鬼胎 而是一起努力 利用各方资源 来破解寻仙徒的奥秘 这样才能够抢在牧道人前面找到古地仙山的位置 并且前往守候 这样一来 无论牧道人和谁合作 都休想独吞古地仙山之秘 早知今日 你之前做什么去了 有人冷半开口 如今不是抱怨的时候了 李清风说的对 联手吧 既然西地宫没有出现 我也猜测 牧道人可能找到了西地宫 一位老者道 西地宫是西海域霸主 拥有天时地利 他们必须要联手了 第2528章海底仙山 九一城中 李清风所做的事情很快传入了西池瑶的耳中 九一城虽不归西地宫统域 但在九一城这样的地方 又岂会没有西地宫的耳目 此时 他正和叶福天在一起 将得到的消息告知叶福天 如你所猜测的一样 李清风在借寻仙徒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将寻仙徒副本直接内部向那些顶尖施力公开 并且正准备联手破译寻仙徒的位置 西池瑶看着叶福天开口道 那些势力联手的话 破译速度不一定会比西地宫慢 叶福天并未感到意外 如果是他 目道人没有回信 他也会选择这么做 西地宫那边 还要辛苦下了 虽说他们没有真正的寻仙徒 但找到位置的话 对我们而言便不那么简单了 贵是一场争夺战 若在他们之前破译 便能够直接取传承 叶福天道 我已经再三催促了 应该快了 西池瑶开口道 叶福天点头 没有多言 接下来的一段事件 整座九一城都在散布着寻仙徒的消息 而且 许多寻仙徒副本开始流出 渐渐传开 那些拍卖得到寻仙徒的势力 知道凭借他们的力量是争夺不到古地仙山神藏的 因而 他们将寻仙徒再度暗中交易 并且制造混乱 如此一来 或许还有机会浑水摸鱼 于是 便导致了九一城中 到处都是寻仙徒 一传十 十传百 到了后来 甚至是人手一份了 不过 即便有寻仙徒 普通的势力依旧是不可能破译具体地点的 关键还是两股力量 李清风他们的联盟势力 以及西地宫 前者势力多 后者西地宫是西海域霸主 虽然没有正面交锋 但实则已经暗潮涌动 在破译寻仙徒上展开较亮了 这一天 山峰之上 西池瑶陡然间睁开眼睛 看向身旁不远处盘膝而坐正在闭幕修行的叶福天 叶黄 西池瑶传音喊道 叶福天目光睁开 看向西池瑶 似乎一个眼神 便明白了对方想要说什么 叶福天直接起身 两人身行破空而行 直接启程出发 没有丝毫犹豫 随后 一道道身影陆续破空而行 跟随着他们 在这一行人走后 在九一城的不同方向 陆续有强者欲空而行 追踪他们 速度都是极快 前面跟着的人 是西地宫修行之人 后者 则是九一城中到来的顶尖势力 显然在此之前 有少部分人就已经开始盯上西池瑶了 叶黄 我告诉你位置 你自己先行前往 西池瑶对着叶福天传音说道 后面有人追踪 你可以甩开他们 西地宫有不少强者已经出发了 可能会先你一步到达 届时你们可以会合 我带着持瑶仙子吧 叶福天开口说道 他身形闪烁来到西池瑶身旁 随后抓着他的手臂 开口道 虽然对神族通会有些影响 但甩开这些人应该够了 只是你的人也要一起被甩开了 无妨 西池瑶道 他话应当落 两人的身体直接从原地消失不见 在叶福天他们刚离开九一城不久 清风阁中 李清风等人纷纷起身 看向地图上的一处方位 目露一彩 破解了 李清风开口说道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快地破解 并不是因为他们联手便比西地宫更有优势 而是在寻仙图流出之前 李清风便一直在研究寻仙图的奥秘 探索地图中标记的位置 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 若寻仙图不被盗 他迟早有一天会将寻仙图位置破解 之后便发生了这一切 所以在李清风破译寻仙图的基础上 再有个大顶尖势力的联手 才能够如此快地破解地图 出发 一道道身影破空而行 速度极快 如同一道道影子般 转瞬消失 这一刻九一城中 无数人都能够看到一道道身影正破空而行 从清风阁离开 化作一道道流光 好快的速度 有人惊叹道 那些人是谁 要去往何处 有人问道 莫非 是寻仙图 九一城的人内心颤动不止 寻仙图奥秘破解了吗 李清风 有可能找到了寻仙图所标记的位置 所以才会如此急着赶路 直接破空离开 在他们走后 山道上 木道人抬起头看了那边一眼 随后收摊 朝着山路上面走去 同时他取出一件宝物 神念入侵其中 将一道声音传入里面 这是传讯宝物 用于他和叶福天沟通 他将这边的消息传递给叶福天 让他做好防范 他道去寻仙图 寻找古地仙山多年 但这次行动 却有可能参与不了了 不过无妨 叶福天如今和西地公联手 只要叶福天达到目的 便足够了 届时 叶福天自会助他提升面丹实力 如今 他也有他自己的任务 木道人顺着山路一步步往上而行 他的速度并不快 过了片刻 他才走到清风阁前 此时的清风阁极为热闹 一片沸腾 许多人都看向远方 还沉浸在阁主离开时的震撼当中 希望阁主能够成功 不过 难度有些大 一道道议论之声此起彼伏 木道人安静地听着这一切 抬头看了一眼天穷 难难低语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李清风他们 已经走了一些时间 想要赶回来 怕是不可能了 而且 他这时候若选择回来浪费在路上的时间 便足以让他崩溃了 他们现在 是要去截谷地仙山的传承 哼 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着清风阁 木道人朝着清风阁一步步走去 这一瞬间 清风阁诸强者内心颤动着 都收回了目光 而是望向那一步步走上清风阁的身影 木道人 李清风拿了我全部家当 只好在清风阁讨还了 得罪了 木道人开口说道 这一次 是强 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能够错过 这次势必要将清风阁洗劫一空 茫茫无尽的西海 在一片海域 这里周围有着不少岛屿 都是荒芜之岛 唯有人烟 这片地带天地灵气都仿佛缺失了斑 极为西伯 非常不适合修行 即便是海域妖兽 也不愿意欺西于此 此时 却有一行人来到了这片岛屿之间 神念覆盖这片海域 依旧看不出有任何的异常之处 这些提前到来的人是西地宫的修行之人 他们将最终的地图打开 随后看了一眼周围区域 应该是这片海域没有问题了 只是 这片海域太过寻常 不过只是无尽西海中不起眼的一角 都少有人踏足 这时 又有两道身影忽然间降临这片海域 使得诸人神色威名 但看清来人之后 便将其吸收脸 持遥 有人开口喊道 这到来的两人 赫然正是叶福天以及西迟遥 叶福天目光环视周围 神念笼罩这片海域 目光中闪过一抹一芒 开口道 这海域竟是如此普通 甚至天地灵气都显得要稀薄一些 没有人记 难怪没有人注意到 群仙徒标记的地点 是这里吗 他看了西迟遥一眼 只见西迟遥对着他微微点头 叶福天没有多言 他取出了真正的寻仙徒 神念入侵其中 顿时只见那寻仙徒光芒大放 有一幅海域场景出现 叶福天意念一动 顿时寻仙徒疯狂扩张变大 遮天蔽日覆盖这片海域 西迟遥抬头望去 看着那幅寻仙徒中显露出的海域奇景 内心微微颤抬头望去 这片海域场景 竟然隐隐在和眼前这片真实的海域重合 区别在于地图中的海域以及岛屿 像是海域中的仙岛 而现实中却是极其平凡 翁在寻仙徒下方 到火生出 刹那间寻仙徒亮起了无比可怕的火焰神灰 仿佛化作火焰地图 一道道神光照射而下 竟朝着周围那些岛屿而去 将这片海域都直接覆盖了 叶福天他们都安静地看着眼前的奇景 海域在沸腾 自寻仙徒上释放出的神燕落在周围岛屿之上 使得那些岛屿都在燃烧 甚至 一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岛屿所在位置 也出现了火焰岛 哗啦啦的可怕声响传出 海水被蒸干来 整片海域 像是被蒸发了 而这片蒸干的海域下面 无数火焰图暗起 与虚空中的寻仙徒产生了某种共鸣 伴随着一条条纹路出现 这深不见底的海的下方 像是有封印被解开了般 发出剧烈的轰鸣声响 随后从中间破开来 千五弥漫 一股极其浓郁的天地灵气扩散开来 自海底弥漫而出 一座仙山 在那被蒸干的海底出现了 使得周围海域剧烈的咆哮着 难怪这片区域天地灵气稀薄 原来被吞噬干净了 叶浮天看到这一幕心中暗道 他们心脏跳动着 海域之中封印着仙山 这是何等强大的手段 伴随着仙武弥漫 仙山从海域中浮出 越来越大 仿佛刚才出现的不过是仙山一角而已 叶浮天他们身形朝上退开 仙山继续上升 自海底浮起一座仙山 第2529章仙岛和神阵 千五弥漫 仙山自海底生气 出现在海面之上 化作仙岛 这座仙岛很大 叶浮天等人身体悬浮于仙岛上空 能够清晰地感知到仙山之上 蕴藏着磅礴天地灵气 让人的呼吸都变得贪婪 一道道身形脉部走出 想要踏上仙山寻找古地遗迹 停下 一道声音传出 使得他们一愣 目光望向后方的西池瑶 刚才正是他开口 池瑶 仙山已现 当抓紧时机 一位长者开口说道 所有人立于仙岛周围区域 布堤与神阵 将仙山与外界隔断 西池瑶开口说道 使得西地宫的修行之人露出一抹一色 有些不解地看着西池瑶 这种时候 谁不想要前往仙山寻找古地遗迹 这是巨大的机会 让他们在周围布置堤与神阵 那么 谁去仙山 九一城传来消息 清风阁已有许多人启程 应该也破译了地址 很快会找到这里 叶皇擅长破解遗迹 我和他前往寻找仙宗 你们在外布置堤与神阵 不允许其他人打搅 西池瑶继续开口说道 中围之人有许多人都不解 他们都是西地宫修行之人 西池瑶乃是西地宫神女 但如今 西池瑶让叶福天前往破解遗迹 虽然他随同前往 但谁人不知西池瑶根本不可能和叶福天争 两人实力都不对等 这便等同于将仙山遗迹让给了叶福天 这岂不是胳膊轴往外 这仙山之上 有可能存在着单地传承 这是如今神舟都稀缺的 他们西地宫若是得到 将会在上一层 如此巨大的机会 无论如何 也不该偏向一位外人 他们不振替叶福天防御 这是何道理 持遥 树叔父不能认同 我等当立即前往 寻找遗迹 一位威严中年开口说道 带着长辈的口吻 乃是西池瑶的叔父 纵然西池瑶是神女 但在家族中辈分却并不高 而这次到来的人 很多都是老一辈的人物 我不是和叔父商量 而是以神女之名下令 布置低语神阵 西池瑶眼眸出现一抹妖异的神采 宛若西地之谋 早向西地攻强者 他乃是神舟之地 你如此明目张胆和他联手 岂不是西池瑶叔父依旧不肯罢休 立即执行 否则 回地攻之后 暗足归处置 西池瑶呵斥一声 霸道威严 强行打断对方的话语 这一刻 那始终含笑的温婉美丽女子 这一刻变得铁血强势 威严霸道 他的命令 不容置疑 听令行事 西池瑶身后的老者开口说道 好 西池瑶叔父咬牙道 其他人也都点头 纷纷行动 有人相信西池瑶 但也有不少人不情愿 但西池瑶是西帝最强继承人 西帝宫挑选的神女 是未来西帝宫之主 哪怕是长辈 也要听从命令 西帝宫公主曾倾下命令 除他之外 西池瑶可号令族中所有人 若有不听者 是为背叛西帝宫 按照族规 当废除修为 没有人知道那位老人 为何对年轻的西池瑶 如此信任和宠溺 做完这些 西池瑶看向叶福天道 走 入仙山 叶福天一直旁观这一切 这些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 短短几句话 让他看到了西池瑶的另一面 内心也颇为震惊 古神族挑选出来的传人 果然不是简单之辈 这等铁血手段 哪像是之前柔情似水的美丽女子 他说的没错 如此做 会得罪很多势力 叶福天开口说道 他乃神舟贡敌 之前西池瑶也说过 不会明目张胆的帮他 但此刻 却背弃了自己的话 让西地公的修行之人 不止低语神阵防御住他 时间紧迫 其他势力之人已经在来的路上 必须抓紧时间 西池瑶开口说道 更何况 我也不仅是在帮你 别忘了我们是盟友 有我一份 叶福天看向身旁的西池瑶 只见他面含微笑 眼眸如水 仿佛又恢复了之前的他 别想这些人 当目之急 用最快的速度 找到古地仙山上的遗迹 带走 西池瑶继续道 月福天点头 目光望向下方仙山 与此同时 神念扩散 笼罩着这座仙岛 没想到清风阁的人也这么快 如此一来 的确要速战速决 用最快的速度找到他想要的 随后离开 只要拿到手 他自问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 届时 天高润鸟飞 尖山之上 郁郁葱葱的古树弥漫着生命气息 这仙山在海底 却依旧有着如此强烈的生命气息 以天地之灵气滋养 草木有灵 这些都是仙树仙草 极为珍贵 叶福天低声说道 看向仙岛上的植物 在外界 这些植物都是极为珍贵的罕见药材 真正的天才地宝 然而此刻 遍地都是 长满了这座仙山 这座仙岛本身 就是一座宝库 九灵草 生命树 仙藤 西池遥看向下方 神念扫过知识 有不少他认识的奇异草木 他美眸中闪过异彩 若是摘走这些 便等同于拥有了一座炼丹资源宝库 现在先不能破坏这些 当务之急 还是古地遗迹 叶福天收敛起贪婪的心思 现在还不到时候 若是破坏 导致遗迹无法找到 便得不偿失了 有没有发现什么 西池遥问道 他神念覆盖了整座仙山 但却一无所获 什么都没有发现 没有 叶福天摇了摇头 他和西池遥一样 神念笼罩仙山 却只看到满山的珍贵植物 传说中的仙岛 只有满山的珍贵灵草树木 实则并没有什么古地传承 他脑海中出现一个念头 虽然这里的一切已经足够珍贵 价值连城 但若是如此 他还是会失望 还达不到他的要求 两人神念都在搜索 西池遥也皱着眉头 这座仙岛一直有许多传闻 但莫非只是当年大地传人 种植药材的地方 其实并没有传承 他旁边 叶福天的眼神陡然 肩辨的妖艺 那双眼瞳 似能够望穿一切虚妄 看向真实 自察觉到了什么 西池遥也看向下空 他的眼睛也变了 仿佛化作了西地之谋 然而 西池遥却什么也没有察觉出来 一无所获 还是看不透 丹 叶福天口中吐出一个字 使得西池遥看向他 只见叶福天目光扫向下方仙山 开口道 整座仙山上的草木 是以丹药孕育而生 当年顶尖炼丹师在岛上修行 炼制出了丹药之后 又以丹药来孕育药材 甚至 有些药材本身 就是神丹所化 反哺吗 西池遥低语一声 我也听说过 一些丹药炼制出来后 是要力竭的 为之丹节 这些丹药有灵性 有些特殊丹药反过来用来孕育培养珍贵药草 能够使得这些草木本身拥有节的属性 从而炼制出更多高品节的丹药 灵性 叶福天听到这两个字重复了一声 继续望向下空之地 环视整座仙山 最后只见他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宁静的状态之中 心中默念佛经 一股神圣的光芒笼罩着 叶福天的身体 赐佛门之光 使得西池遥露出一抹一色 他站在叶福天身旁 都感受到了一股来自内心的宁静 仿佛也要陷入到那股意境之中 这一刻 叶福天仿佛没有了自己 在他的世界中 只有那座仙山 感知着仙山的每一棵树 每一株草 每一片叶子 感知他们的灵性 嗡 就在这时 叶福天的身影忽然间 从原地消失不见 使得西池遥愣了下 低头朝着下方望去 便见叶福天出现在了仙岛上的一处地方 安静地站在那 他所站的地方是一片空地 身前只有孤零零的几根草 然而 正是这几根不起眼的草 却和仙山上的其他仙草神树出现在一起 而且这几根草的周围 没有其他树木 西池遥也落在下方 目光望向叶福天以及那几根草 神色有些怪异 这几根草放在仙山上 绝对会是最先被忽略的存在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甚至若有人来 可能走过去都会不经意尖踩上一脚 不知为何 叶福天却唯独来到了这里 盯着那几根草 他虽不解 但此刻却只是安静地站在那 也没有多问 叶福天比他强 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若不是信任叶福天 他不会让叶福天来仙山 此时 仙岛之外 这片海域的上空 一行浩荡强者降临 气息可怕 正是从九一城赶来的诸强者 晚了 他们顶着前方 应该还来得及 低语神阵 果然是西地宫 有强者凝视前方 他们没有看到仙岛 只看到了漫天的雨幕 前面那一方空间 跨坐了低语世界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踏入里面 那低落而下的雨滴 蕴藏着极致的风锐气息 仿佛是世间最为锋利的利剑 这是西地宫的低语神阵 第2530章扫荡离去 低语神阵乃是西地宫的大沙阵 威力极强 诸强者到来 竟都有些犹豫 不敢轻易闯入 古地仙山乃是远古石传承下来 西地宫强行封印此地 玉独自占有不成 一位强者呵斥说道 声音响彻这片海域 然而 低语神阵之中 没有任何声音回应 雨滴依旧 那是沙伐之雨 七海域 是西地宫的地盘 即便有玉竹府 但西地宫依旧绝对是第一势力 古神族的底蕴 玉竹府也很难抗衡 空 他们知道多说无意 都是放出强大的毁灭大道力量 朝着低语神阵发起了攻击 然而大道攻击冲入低语神阵之中 便直接湮灭 被摧毁掉来 西地宫谁在掌势 就在这时 有强势声音传来 苍穹之上 出现可怕的雷劫 化作雷伐神光 汇聚出可怕的神阀之力 一时间 天昏地暗 海域上空 似有毁灭之劫要降下 许多强者抬头看向那边 是原始域原始宫的强者 古神族势力 降临西海域 在不同方位 陆续有好几大古神族势力出现 围在低语神阵的周围区域 威压可怕 犹如灭石般 除东皇帝宫之外 古神族是站在神州最顶尖的势力了 而这种级别的势力 对于顶级的炼丹之术以及丹药 或许更渴望一些 超过一些大地传承的渴望 毕竟他们古神族本身便有 契合的地级传承 而丹道 会有机会让他们在上一个阶梯 成为东皇帝宫之下第一势力 如今 神州缺乏顶级炼丹势力 却有顶级炼器势力 位于天燕域的天燕城 同样为古神族 在神州有着超然的地位 不可撼动 天燕城城主更是极其强势霸道 当年直接抬手将天域书院移为平地 见如今 传闻中古时代的 丹地传承出现 焉能不争 滴雨神阵之中 依旧无人回应 既然如此 愿羞怪我们不客气了 苍穹之上 冷漠的声音传出 神阀之力降下 轰入神阵之中 其余强者纷纷出手 对着西地攻强者所不知的 滴雨神阵发起了攻击 在强者数量上 他们有着碾压性的优势 尖山之上 浓郁的天地灵气笼罩着整座岛 面对无数仙草神术 叶福天却端坐在几棵草前 盘膝而坐 西池瑶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没有打扰叶福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叶福天早已经证明过 他破解一击的能力 堪称是一击杀手 无论是哪一方面 他都不如叶福天 因而西池瑶自然不会认为 在这座仙山上 他能够比叶福天先一步 破解仙山之密 他有自知之明 很清楚自己 也很了解叶福天 因此 他只需要做一名看客 并且命人布置神阵 阻挡外界的人打搅叶福天 至少给叶福天一些时间 争取在外界强者闯入之前 破解仙山奥秘 叶福天闭上眼睛 陷入了绝对的安静之中 心无旁骛 在他的感知中 微风摇曳 小草随风而动 仿佛极为脆弱 只是普通的草 然而 在之前叶福天的感知中 这几棵草 却是整座仙山最有灵性的 若不是有着超强的感知力 并且以佛法进入入定状态 他甚至难以感知到这种灵性 而且 小草的周围 唯有其他植物 仿佛独树医治 无人敢与之比肩 像是孤独的王者 这让叶福天感觉 这几棵草真的简单吗 尽如望我知境的叶福天感知 落在小草之上 想要去感知小草之灵 然而 除了有一种玄妙的感觉之外 他依旧什么也没有发现 小草依旧安静地摇曳着 像是普通生长在这 没有任何的异常 感知 神念 眼睛 都无法察觉到任何不一样的地方 但叶福天认为自己不会错 越是如此 意味着这几棵草越是不凡 叶福天他没有放弃 体内一股大道气息弥漫 朝着小草而去 尝试着与之融合 然而依旧没有用 叶福天虽然能够感知到那股灵性的存在 但却隐隐觉得 这股灵性并没有完全苏醒 而是在沉睡的状态 需要它来唤醒 这一刻地面之上 出现了古树枝叶 朝着小草延伸而去 叶福天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棵树 与之一起生长 很快 古树生根 枝叶生长出来 环绕着小草 像是化作一体 生命气息和大道枝叶不断渗透而入 像是滋养着小草的生长 世界古树包容世间一切 它事实有没有用 好奇妙的气息 几持摇感知到叶福天身上的气息 这股大道力量 竟是如此的完美无瑕 外界 滴雨神阵震动了 上空之地 大战似乎已经撼动了滴雨神阵 使得西池摇皱了皱眉 看来对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他抬头看向上空之地 这样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滴雨神阵会被攻破 若是叶福天被人打搅 便无法安心进入这种状态了 有可能前功尽弃 拖住他们 西池摇抬头对着虚空开口说道 他知道西地宫的强者会听到他的话 尽力再给叶福天争取一些时间 片刻之后 只见那几颗小草之上 弥漫着一缕缕仙光 它们似乎在生长 翠绿色的光点绽放 小草在往上生长 越来越大 靠墙的灵性 这一刻 即便是西池摇也感知到了 这生长的小草 仿佛通灵般 有着极强的灵性 叶福天 他便是在尝试唤醒这灵性 莫非小草拥有灵志 叶福天身上 隐隐有佛光闪耀 口中似在念佛经 西池摇听到那泛音缭绕 竟有种万物生长的感觉 四大地在复苏 一切都散发着勃勃生机 那几根草摇叶不断 因为长高 仿佛随时会被风吹倒 但它们却没有 一缕缕光芒闪耀 西池摇清晰地感知到 那股灵性更强了 甚至 那点点光辉正在汇聚 四隐隐要汇聚成一道人影 对了 西池摇内心微有波澜 叶福天果然找对了 这小草 竟要化作人影 这意味着什么 传说中 当年古地陨落之后 化作了一枚丹药 被他传人带走 西池摇心中出现一道声音 莫非 他每眸看向叶福天 只见叶福天依旧保持着没有动 那人影渐渐汇聚而成 先锋到谷 令人如沐春风 看一眼便感觉极为舒服 这虚影在几棵草上呈现 似乎在看着叶福天 叶福天见过前辈 只见叶福天眼眸睁开 对着那虚影躬身心里道 没想到尽有人能将我存于世间的一旅意志唤醒 这虚影难难低语 开口道 今夕 是何年了 神舟力 一万余年 叶福天开口道 对方想必不曾听说过 神舟力 神舟 是何处 虚影低语 随后发出一旅叹息之音 神舟力一万余年 我的传人想必也早已不在了吧 叶福天没有回应 他如何知晓 但应该是早已经不在了 如若那则传说是真的 当年的仙山早就被洗劫过 哪里还会存在什么宝物之类 或许 只留下了一片药园 只留下了一片药园 整座仙山 便是一座药园 背后人封存于此 然而今天 叶福天却唤醒了古地一缕一致 你也是炼丹师吗 那虚影对着叶福天问道 是 叶福天点头 罢了 你既能将我唤醒 自有非凡之处 虚影又有声音传出 随后化作无数光点 朝着叶福天飘去 进入了叶福天眉心之中 七池瑶看着这一切 内心波澜起伏 古地仙山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这里没有神藏 没有宝库 没有珍贵的单方和炼丹神术 只有几棵草 而这几棵草 却残留着古地的一缕一致 若不是叶福天 是否能被唤醒来 很快 光点消失 那几棵草迅速空尾 甚至 整座仙山的奇珍异草 似都要凋零 空 上空 可怕的震动依旧持续着 低语神阵眼看便无法支撑了 快收灵草 七池瑶开口说道 叶福天起身 意念一动 顿时轰隆隆的可怕声响传出 整座仙山在震动 无数草木飞起 他身体飞入虚空中 袖子一挥 顿时其真一草进皆飞入他袖中 七池瑶也在做相似的动作 像是两个强盗般 贪婪的掠夺着这里的一切 终于 一声巨响声传出 低语神阵破碎 朱强者冲了下来 便看到叶福天和西池瑶在疯狂扫荡 动手 一道声音传出 他们哪里会错过这机会 也同样开始扫荡 但在他们动手前 叶福天和西池瑶已经扫荡过半了 拿下他 有人盯着叶福天开口道 池瑶仙子 我先告辞 叶福天开口说了声 身影便直接消失不见 在西海域 没有人感动西池瑶 但他不方便继续留下了 该拿到的已经到手 当务之急自然是离开 实则生辩 走了 朱强者看着叶福天消失的身影 脸色不太好看 混账 西蒂公有强者怒斥一声 叶福天就这么跑了 他们 是为叶福天做了嫁衣吗 许多人甚至有些不满的看向西池瑶 这是他下的命令